我自己亲身的经验来说 其实多年来我都一直在办公室上班 那我发现台湾的职场 特别是四年级以前的老板 他仍然去考核一个员工 至少他心里的盘算是这样子 他会认为你待的越长 对我的忠诚度越高 是这样子吗 现在很多四年级 就是甚至在年纪更大一点的老板 他还是非常在意说 你不可以比我早走 是这样子吗 甚至有一个老板 就是我亲耳听到 就是某个主管 他的部门需要家人 然后这个时候去跟老板申请 结果老板在七八点的时候 在那个部门绕了一下 然后去告诉那个主管说 不需要因为他们的工作不够多 七八点的时候已经几乎走了一半了 对其实就是很多老板 他在过去的想法里 根深地固的就认为说 工时长是理所当然的 对在这样子的氛围之下呢 好我们过去比较老派一点的员工 像我也是属于五年级后段班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我们这样子的拼应该会赢得老板的珍惜跟赞赏 或者是物质的酬劳 可是这几年呢 这些东西又没了 因为外质环境太差 所以现在就属于一个劳资方面 非常不能彼此满意的一个环境 是 对但是如果老板都用这样的心态 变成说你不能按时下班 然后他的考机考核 就是说你要多奉献更多时间给公司 我才会升迁你或者才会对你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潮食 其实一个很大的障碍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一方面也要探讨一下 为什么台湾的劳工 劳动意识这么薄弱 以前这个劳团还会秋斗 斗一斗对不对 现在这几年也好像也斗不太下去了 为什么 这几年都还有斗 对但是好像每一年越斗越弱 对声势越来越小 为什么 因为资方只要跟你讲一句话 你就斗不了 现在景气这么差 你要做不做 不然我就到大陆去 不然我往东南亚走 因为看到缅甸现在也开放 节目在我们也可以过去 威胁 不能讲威胁 但我觉得某种也是事实 就是说整个大环境不好 那现在资方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它更行弱势 对比劳方更行弱势 但问题是什么 我们原本就算景气 我们的劳动意识也很薄弱 台湾有几个公司 真的有强力的公会 我讲一个不敢 我们也孤影其名 就不要讲哪个大的企业了 进去面试先问三个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赞不赞成成立公会 这千真万千 因为我朋友去那个企业面试 他就被问到这个问题 我这是哪家 只要说赞成公会 绝对不入用 面试可以问这种问题吗 董哥 如果在国外这样企业还能生存吗 应该算是违法的这个问题 这个很难用法律去界定 因为他也没有告诉你 我不赞成这个公会组织 但他就在面试的时候 就先考核你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而且你要进这家公司 你就必须要讲说我不赞成公会 你就已经先表态了 你要进来 这是条件之一 好 那这个是我觉得资方相对强势的一个 非常鲜明的例子 那另外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我们的劳工在这个劳动意识薄弱的情况下 政府到底做什么 我们劳委会真的有针对劳动的权益去做好宣导吗 像刚刚董哥讲说 加班一个月最多只能46个小时不能超过 如果我们用24天来算 你知道一天也不到两个钟头的加班时间 是是 所以我觉得黄爽运势传一定有最深刻的感受 你觉得我们劳委会真的功能有发挥吗 还是很弱化 再从你的角度来看 那当然是很弱化 这我想应该也是很多人都看到 我觉得从 为什么弱化 他们好像都宣布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刚刚很清楚 我觉得整个施政的思维 就是整个去管制化 我刚刚讲到国家角色 公权力 因为劳资双方本来就是非常权力不对等的 这是很清楚的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刚刚讲到公会 团结组织 团结力等等这种力量 它必须要有个国家 包含像最基本的这种劳基法 违法的问题 其实这个治疗公权力很清楚的介入 它就可以遏止一些违法的状况 包括讲某种公式 但是就是在刚刚讲这种思维底下 公权力不介入退出 那就会变成 劳资双方自己去用原有的力量 自己去争取 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觉得当然就会变成是 劳工的力量很难 很难真的是 真的有可能会团结起来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真的台湾人工作非常辛苦 我们稍后开放空一年华时间 欢迎打他进来 我们要谈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不要说工作辛苦好了 如果这一辈子努力有回报就算了 可是政府吓死你 而且宣布的单位是老委会 他告诉你现在50岁以下的人 这个劳保可能领不到 然后要破产了 把大家吓坏了 而且有很多的台湾人将近一半 觉得未来谁都靠不住 等要靠自己来捶老本 马上回来 无论是上班族工地苦力或是服务业 全台劳工恐怕面临领不到退休金危机 全台每个月缴的劳保基金持续负债赤字越来越大 偏偏老会提出安心条款 希望政府拨钱补缺口却被打了回票 今年报告劳保基金财务状况 负债数字高达7.3兆 预计六年后就会出现收支逆差 推算劳保基金2027年 也就是16年后会破产 首要冲击就是目前50岁以下 劳工约750万人 退休金可能一毛都没有 会觉得很不公平啊 因为我缴了那么多钱啊 我们20几岁就入职场了 工作了几十年 那到头来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蛮震撼的 劳保基金缺口之所以大 主要还是劳保费率过低 加上越来越多人选择月领退休金 而老年人口寿命又长 无形中也增加劳保基金的支出负担 这个制度是国家的制度 它是一个社会保险 那政府理应要付最后的支付责任 政府不能让这样一个恐惧延伸 劳工团体痛批政府 劳委会则保证劳保基金不会崩盘 断期资金运作没有问题 对于庞大负债会严理对策 劳工都怕辛苦血汗钱一去不回 政府空口保证恐怕得拿实际作为 才能让全民安心 好我们必须要非常这个持平而角 台湾的劳保的问题绝对不是 就是现在是冰冻三尺 可能十多年前就已经发现问题了 然后经过这个政党轮替啊 彼此这个互相开支票 搞到最后呢根本就无法解决 现在就告诉大家 真的现在尤其50岁以下的人 可能你现在每个月辛辛苦苦 交了一点劳保的钱 公司帮你付 政府帮你付贷一点 但是呢可能未来说不定 会有破产的危机 我们就来看一下另外一份调查 那如果劳保要退了 这个可能要破产了 那如果说呢 大家觉得现在工作这么低 那你怎么样来做退休的生活 有45%的人觉得要靠自己 这是美国一向针对台湾等 东亚六国进行的调查发现 东亚民众对退休后的财务 财源都认为是要依赖自己的储蓄哦 只有中国跟马来西亚还是希望养赖政府 台湾民众对养儿防老的期待更低了 有56%认为只要子女能够独立自主 亲子都会觉得很幸福 比例是各国最高 而美国智库的这个简称CSIS的单位 资深研究主任Jackson说 他发表的传统与现在的平衡指出 调查台港中南海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等 六国人口老化跟退休的趋势 有45%的台湾受访者认为退休后要靠自己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民众也很务实 很清楚了所以华人世界里头养儿防老 那个观念不要这个老来被啃老 就已经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可是我们要回头问一个问题 薪水这么低 现在要储蓄非常困难 尤其是越年轻的越难 然后呢老保又可能会破产 那要拿什么来当本来养老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好像很多投资专家都告诉我们 就是说你一定要存你自己老本 然后退休金 所以我觉得像你看韩国 新加坡 香港跟台湾 都觉得靠自己很重要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一些金融界的投资专家 其实他们还蛮那个 就是一直给我们这样的 好像就洗脑成功了 然后觉得我们要自己退要靠自己 你说像在台湾 你知道我碰到很多的一些年长的 他甚至不是自己退休养老 他还要为他的子女去准备 你知道台北市有很多那个小 现在是小套房嘛 他们告诉我他们卖的不是那个年轻人 因为他们知道年轻人根本买不起 他们就就是去卖给那种 就是说要准备爸爸妈妈为了下一代 照照顾你儿子没有地方住的 对对对 等于说也帮帮自己儿子 其实以后他可能已经买不起房子 还要帮他去准备一栋 所以老讲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父母 真的非常辛苦 那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现在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薪资低 然后那个劳退的部分 但是我真的觉得 就是最近大家谈到很多 就是说好像政府很不负责任 那好像随便就是说让老保会倒 那真的必须要讲 其实我们的老保基金的问题 财务问题 绝对不是这两三年才出现的 其实每一个 等于说那个政治人物 或民意代表也好 或者是我们执政者 其实就是有一点就是 一代脱钩一代 他们把这个事情留到最后一个 到底谁谁是最后的一只老鼠 谁谁倒霉 在等于说像那个水球要在你的头上破掉 然后你再去解决 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已经是 大家这个已经是真的不分蓝绿 因为蓝的也资过证 绿的也资过证 难道说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这个问题没有产生吗 其实早就大家都谈到了 大家可不可以坎承 就是说真的不要再民粹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董哥是不是就是因为 之前的那些钱费 那他们已经可能退休了 然后领的金额也充足 但是现代人活得越来越久 所以就变成是一直拿后面的来补前面 就变成这样子呢 对 这个其实一个大家的年龄变长了 我们的下一辈可以活到90岁 我们现在大概80岁 那过去再试算了 都算大概70岁 有70岁你会死 所以我们这个钱可以 大概就可以用得刚刚好 没想到现在大家都不死 然后就往后沿 可是那时候的钱收了 你就不足以应付啊 所以 这是 这是 啊 证 证 讨论 哪有另外一个政治的问题 哪有另外一个政治的问题 這個問題會說這個案子你再問那個可以 話你會一直喊你這個話 你這個字絕後慘 這個問題我們幾年沒見 24年前我就在跑老百姬 那時候就在講這個會不會倒 那時候每天老百姬告訴我們會倒 應該怎麼樣 政府每天告訴你會倒 你就每天寫會倒 然後其實都沒有倒 那我們看喔 其實對勞工來講 這個會發生很多人都到老百姬去問說 要不要提早要不要退 那這個其實就是很大問題小燕 我覺得剛剛講說少繳多領 我覺得對很多勞工來講 比如說你投保30年 他現在的這個真的可以領到的 這個退休金勞退的年金 說實在話現在一個月可能差不多 不到2萬 2萬左右平均 但他都還是投保金字最高的 4萬多塊 更何況下很多勞工朋友其實是保很低的 那種高清的都不是太多 所以你說他少繳多領 其實他那個所謂的多領 根本對勞工來講 連養活他自己都不夠 所以我覺得結構本身就是在設計上就有問題 所以可不可以不告訴我們問題在哪裡 就是簡而言是問題在哪裡 這個精算是有問題的嗎 就當時他那個隨收隨付制度 就是說我們繳進來 然後這個繳進來的錢 可能不一定要準備的完全 但是因為下一代還會再繳保費進來 有人臨走有人再繳進來 那剛剛當然也有提到說 有那個年齡老化的問題 大家都高齡 當然也有少子化的問題 現在這種社會 那怎麼可能大家想要生小孩呢 那就是環環相扣 再加上薪資很低 所以他那個所謂的掃繳某種程度 其實那個你的薪資低 他提撥進去的錢 假的本來就會低 所以那不是勞工的問題 那個制度本身 包括整個社會結構 已經造成了讓這個結構變成這個樣子 但我認為這是政治很重要的問題 說為什麼這個制度其實是藍綠 確實他都在使用民粹 但我覺得這個最不該 最不該承擔的就是勞工 勞工其實他到最後領到的錢 連養活他自己都 那我就要請教周姐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看到現在是 是個勞工已經出問題 所以很多人的這個箭頭 又轉到軍工教身上了 就開始又要檢討 你看這些人領這麼多 這樣公不公平 就是說當然就是如果有的 有的媒體他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說只救數十萬公務員 不管九百萬勞工死活 這樣的一個媒體的報導 其實它會造成某種階級的 這種對立 因為當時這個是因為 老委會希望能夠政府來撥付 這個勞保基金的虧損 然後政府說我是公務員的雇主 但是我不是勞工的雇主 我覺得這個話像我們都是勞保的 聽到了確實 怪不得我媽媽在我小時候 叫我去當老師 她說的是鐵麥丸 果然你現在下來你知道嗎 這個像我家裡面的兄弟姐妹 其中是公務員出生的很多 那他們都他們都是經過正式考試的 而且有人是高考的補考的 而且他是取得合法的資格的 所以當他們在退休之後 他們領到的那些 就是所謂提拨率並不低的這樣的生活 確實是非常無欲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在台灣 旅行團裡面的成員裡最多的就是 退休的老師 老師對不對 那老師一個月拿了他的退休金 尤其是夫妻老師 那他們全世界走遍各地的太多了 因為他的那個收入啊 那個絕對是啊 絕對是可以讓他去參加旅行團 而可以過得非常這個開心的生活 但是這個並不是這些人的錯 也不是公務員的錯 我們不應該拉低 反過頭來 反過頭來 問題是這種相對的 相對的剝奪感又在了 但最重要的原因 還是我們的經濟發展不好 如果我們經濟發展好的話 那法國的人家那個餐廳的那個 那個觀光區的waiter 都可以開把拉利了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還是 這個問題其實是可以解決 我相信三個月內絕對可以解決 因為開張空頭支票就可以了 那有什麼好不能解決的 問題是政府要告訴我們問題出在哪 像剛才黃小姐講的少子化 你要怎麼解決啦 要不要移民啦對不對 然後經濟成長怎樣 就是給大家一個比較具體的概念 但是我相信政府會解決 所以瓜哥我想說算數都會算 我們會不會就三個月之後 算一個更美好的 就是再把那個數字 再把它堆砌一下 然後大家再偏二十年 你賣環肉啦 我跟你講到最後就解決 不然怎麼樣就延後退休年紀嘛 這個65歲延到67歲 現在西班牙不就這樣搞嘛 而且北歐都已經到70歲以後了嘛 對不對 不然的話就怎麼做呢 就你將來多繳費嘛 然後那個將來這個 那個勞保年金少領嘛 一定有方法 我跟你講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羊毛出在搖身上 基本算數的問題啦 為什麼剛剛黃明書長講嘛 這個基本算數很簡單 我舉例啦 我們現在勞保最高投保金是 43,900塊 我們都不要講別的說 什麼2萬塊的投保金 我們全部算30年 全部算43,900塊好不好 一個月的勞保費繳多少 董哥 現在費力是7.5嘛對不對 那你43,900塊乘7.5才多少 3000塊附近對不對 一年繳多少 36,000塊 你30年退休後 你的勞保年金怎麼計算 是你所有的工作年資30年 去乘以這個43,900塊 再去乘以1.55耶 那乘賺一個月2萬塊 那如果你退休餘命是15年的話 你可以領360萬耶 所以很賺是這樣子嗎 所以這個簡單數學 我都不知道我們的大官們 怎麼會認為說 這樣的財務結構會沒有問題呢 所以它一開始的設計 就出現狀況了 所以我們必須全民要很冷靜的 就是原來我們活在一個bubble裡 很久了 然後現在面臨很多人 可能會領不到 自己的退休金的慣況 先聽你的意見 召喚的吳先生 吳先生您好請說 你好 我想你們剛剛前面 第一個講那個勞工的那個問題 可能你們好像搞錯了方向了 我看到那個前面的資料 它應該是我們國家考試的那個勞工 公安的人員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所以說他並不是一般的勞工 所以說他在處理問題的時候 他已經碰到很大的障礙 所以說他要去負責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可能碰到雇主 或是勞委會各方面的打壓 好 謝謝您的意見 吳先生我們剛才沒有搞錯方向 我們一直說呢 他是受到了他們公司的上級的相當的一些困難 所以呢他是以這樣子一個負責的情況之下 走上這條路 我不曉得跟你講的我們走上方有什麼樣的這個直接關係 臺北的吳小姐 吳小姐您好 請說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像我們勞工啊 我有去勞工局問過說像我先生的職業就是責任資 他們都不用刷卡上下班 完全都不用上班上班都不用 那我有問勞工局 勞工局叫我們要自己提出申請 我覺得這個蠻為難 這個應該是政府自己的 好 這個我請我們的秘書長幫我們回答一下 公司完全不要你打卡 那就是要你做到死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其實目前台灣並不是所有的行業 就是其實責任資有限定這個行業別的 所以應該是說比如說一般的工程師 事實上他也不應該是適用責任制的 所以有可能你現在是什麼樣的行業 應該是說大部分應該是不適用責任制 但是老闆或者是你的長官會告訴你你是責任制 所以他應該不是搞清楚他的工作類別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說我覺得當然政府應該負起一個主動去勞動檢查的責任 而不是讓勞工自己去檢舉 因為勞工他自己會擔心 他如果檢舉了之後可能工作不保的問題 是好我們謝謝您的這個打電話進來 台中的蔡先生在線上 蔡先生您好請說 好我覺得公保還有勞保國保勞保要同盤考量 我們的政府每年提债超過兩千多億 這兩千多億都花在某個特定族群這個不合理 因為我們人是費用太高 尤其是退休之後的替代率也太高超過百分之半 我知道各位先生指的什麼意思感性的意見 但是我們先不講特殊的族群 我們想說台灣有很多事情都要通盤的檢查 但是檢討的動嘛 我們先稍後休息一下帶你來關注到 我們的陳忠院長最近好辛苦 我覺得他可以身兼行政院的發言人了 因為他要解釋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要替總統解釋替格遠解釋 他現在說給我三個月的時間 我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案 我們真心的希望有方案 但是這個方案是不是確實可行 我們稍後休息回來就帶你來關注 一個月內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讓社會安靜 不是 利用以後一個月時間 我跟妳報告絕對不夠 社會大眾 我跟妳報告絕對不夠 最納慢的 我個人認為要超兩週三個月 哇 我們看 立委火氣很大 陳重也回答得很快 立委說你一個月 陳重說我三個月提出解決 為什麼 因為這個問題已經幾十年了 陳重是講大概已經十年了 那依據我自己跑的經驗 已經二十幾年了 那我們看 其實在剛剛 大家看到勞保基金 就是我們剛剛討論的 他的負擔比例政府是一 雇主是七 我們勞工是二 因為剛剛有朋友call in進來 那你如果說 公保 就是公教人員或者軍人 退伍基金 其實繳的都是3.5 其實是比勞工多 就實際上來講 那為什麼政府負擔會比較多 因為政府他同時 是這些人的僱主 那勞保基金 這個就不是僱主 他原因在這邊 因為剛剛有人call in 我特別講一下 但是 如果說照陳重 現在的情況 三個月可以不可以解決 他說會找多少專家 或怎麼樣 過去幾十年 都沒有解決 但是也沒有倒 沒有解決也沒有倒 那到底問題在哪裡 你說他會不會解決 就剛剛那個穆華講 他當然會解決 只是他解決的方式 我們同不同意的問題 以偷太變 我想他已經都已經 現在很多學者也都出來講了 這個解決方向看起來 似乎是已經清楚了 就是一種就是提高保費 一種就是降低給付 那以後就是不要說陽性面 可能就只有喝湯就好啦 那所以其實他最後還是會回到 變成是勞工自己 所謂的羊毛出在陽身上 那我覺得剛剛談到這個財務結構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社會保 勞工保險本身是一個社會保險 它不該是一個商業保險的機制來看待 所以他不應該是說我一個勞工一個月 繳多少錢一年繳多少錢 所以我以後一個月不應該領兩萬 然後領到這個終身 我覺得本來就應該這樣 因為它是一個社會保險 而且它是一個社會安全的一個制度 那麼這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雇主要繳七成呢 那當然它是很清楚的一個關係 就是說今天勞工在這個勞動力 這個付出的勞動力 醫生在職場上 那當然雇主他應該要負擔這個勞動力 用到一個程度之後的養老責任 一部分相當一部分的養老責任 所以我覺得起碼不應該是要叫勞工 自己來負擔這個責任 然後羊毛又要讓我們自己來 我當台灣的勞工是非常辛苦 因為我們工作時間長 賺的又少 這是一個事實 可是我們回頭來看 如果這一次真真正正要找出病草 老師說我有點悲觀 我覺得很難很難 那就有人說是要從這個軍保 公保甚至國保一起檢討 我想這樣的話大概是非常難 但是我要來請教一下 這個莫華 就是如果是說 剛才民主長講 他說他不是一個 這個所謂的商業保險的話 可是我們回頭來看 如果在歐洲這些國家裡頭 他們走的就是 要社會福利這麼好的話 他們繳的稅要非常多 可是台灣的稅又相對低 所以我覺得好像所有的問題 都綁在一起了 我們怎麼辦呢 我跟大家講 這個軍公教人員 這邊也比較先熱著 因為軍府會比工府更先破產 然後工府還會比勞保基金更先破產 所以如果要照牌剩下的話是軍府 工府 然後再來還是勞保 所以說大家都一樣 這不是說只有940萬勞工 就是全台灣所有人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應該用族群分割的方式 來看待這個問題 這是一體適用 至於剛剛黃銘書長講的 我非常贊成 他說這個勞保 他不是商業保險 他是一個社會保險 那我就請問了 陳院長 這個新聞會爆出來 難道不是在行政院會開院會的時候 財主單位反對了嗎 本來就應該要國庫來撥補 因為他如果是一個社會保險的話 當他出現了潛在虧損 或是有破產危機的時候 國庫你就應該來撥補 你不要去跟我算 那個基本簡單數學 我剛剛講那些數學公司都不存在沒有關係 那你既然這樣子要做這樣子的一個 社會這個所謂保險的話 國庫撥補 為什麼這個案子財主單位反對 那陳院長你在院會裡面 你都沒有講一句話呢 對啊 但是我們看 如果說因為陳聰 他那時候就是說 這個在討論的意思就是 在行政院會裡面 但是那時候財主單位反對就是說 那什麼東西都是要我們財主單位來做的話 那這個國家不是要垮了嗎 他當然有他的講話 但是勞工的權利在哪裡 因為他辛辛苦苦到大半輩子 他相信政府 然後30天以後領不到錢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說 他三個月會不會有解決方案 我認為一定有解決方案 那方案有 但是能不能解決 老實講我非常悲觀 因為就如說大家講說你要繳得少啦 或者是延後領啦或領得少 我想很多勞工團體包含民意代表 通通都就不可能同意嘛 老實講我覺得剛才那是李坤責委員是不是 我覺得他太外行了 他如果是說一個月號就要把它解決 其實如果我當行政院長 我們大家一起搞民粹 我告訴你我今天就把它解決 在做一個很厲害的幸福 不是很容易嘛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拿政府來撥錢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就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所有的就是說 你如果今天要讓政府做最後的 那是最容易的事情 其實作為一個行政院長 我如果不要負責任 我要讓大家面面俱到 勞工團體也喜歡我 資方也喜歡我 大家都喜歡我 我就拿政府的錢 但是我必須要說 拿政府的錢用這個公務預算 我們剛剛講好像財主單位 對不起 財主單位 今天也不是財政部長 也不是主記長拿錢 也不是馬英九或陳松拿錢 最後還是納稅人拿錢 所以我真的還是呼籲各個團體 其實我贊成 包含要檢討的話 包含軍保 公保 應該一併檢討 確實是這樣 因為我們今天在這個問題上 已經如果是出現 出現你可能不同這個職場類的 有差別 剝奪感 或者是有世代的剝奪感的時候 其實要公平 就是大家要一致的 很快請周姐做個結論 我覺得這個有沒有撥付能力 是因為你政府有沒有錢 當然經濟發展很重要 你才能夠收到稅 第二 其實我們的政府 這個稅出支出是浪費的 這個是確實是浪費 當然它有不同的支付項目 可是從行政院的領導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減少政府支出 這一點要通通通包的 真的是支出不是只有省電而已 那我想問一下那個文人 現在葉佐伯很緊張 看到老寶現在可能這個又出現狀況 大家心裡覺得要踹來這邊等他 我現在想預測一件事情 就是在可預見的將來 台灣的上班族一定會延後 他的這個退休的年齡 但是如果國家不持續的經濟繁榮的話 你即便是延後了你的退休年齡 你會稀釋到年輕人的工作機會 所以用新的問題會產生 有可能現在北部都到71歲才退休 對啊 所以台灣這個問題 為什麼解決不了 因為都是太政治 大家在那邊殺價 殺到最後其實勞工是受害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 李坤哲 李坤哲就是 他的姑姑叫陳吉 就是高雄市長 陳聰祥這個問題已經十年了 為什麼又滿久執政四年 前面那個是老委會主委是誰 就是陳吉 就是回去問你姑姑的意思 小董的政治解釋 當然不一定對 今天謝謝你收看 謝謝 感謝大家明星者回來 感謝大家